在《鬼灭之刃》这部作品中 主角所在的鬼杀队 是一个卧虎藏龙的组织 尤其是九著更是堪称怪咖云集 近时些忍者墨益 肌肉蒙昧 天才少年等奇人异识 但如果要凭一个鬼杀队最特殊的队试 那恐怕这些人都排不上号 因为在队内有一位与所有同伴都大相近情的角色存在 那就是与男主角到门看着了 同一届通过考核的鬼杀队试不死川玄迷 这个人在鬼杀队中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不死川玄迷在通过考核的时候 一副暴躁低低的形象 对于女孩子态度恶劣全脚相加 完全是一副杂与模样 因此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但作为主角团吴小强之一 他在后期人物特点会有所改变 惹人喜爱的一面也会间接出现 之所以说玄迷是鬼杀队中最特殊的存在 是因为他的战斗方式与所有人都完全不同 不死川玄迷是鬼杀队内 唯一不能使用呼吸法战斗的对视 众所周知 呼吸法与日轮刀的结合 是鬼杀队式的核心战斗方式 而玄迷不仅不能使用呼吸法 他的身体素质也很低下 因此他只能选择以枪作为武器替代呼吸法 来辅助自己战斗 成了鬼杀队中唯一的用枪者 不会呼吸法 身体素质低下 刀枪并用 这些特点让玄迷成了鬼杀队中不一无二的存在 甚至直接被一只猪调侃为杂鱼 但以上特点都并非其最特殊之处 玄迷在多方面能力都远逊 其他对视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通过最终考核 得益于其特殊能力 而正是这项特殊能力 让他能够畏夜鬼灭之刃吴小强之一 并被称为鬼杀队中唯一的奇才 不死川玄迷的能力 就是其特殊的体质 鬼灭之刃吴小强 分别用一种异于常人的武感 而玄迷所拥有的就是味觉 他有着特殊的消化器官和咬合能力 能够通过吃下并消化鬼的细胞 令自己获得短暂的鬼化能力 用以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身体素质 吃下的鬼越强 自己所获得的力量加成就越强 这是其独一无二的战斗手段 他也因此被称为鬼杀队中唯一的奇才 玄迷的这种作战方式 被上前之手黑死魔称为泥鬼者 在三百多年前也存在过这样的人 但玄迷作为一名泥鬼者的能力 被确认要胜过三百年前的前辈 从剧情上来看 长期吃鬼会对玄迷的身体造成影响 使得就算在不吃鬼的情况下 体质也会像鬼一样 拥有极香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 就算身体被打成筛子也能够恢复 三百年前的泥鬼者被腰斩就会当场死亡 而玄迷被腰斩后 只是丧失了行动能力 依然意识清晰并很有活力 这很可能是因为不死穿玄迷长期在战斗中 以鬼为师增负自己能力 导致其身体越来越接近于鬼 阿维我还是希望他能够继承胸掌的峰支呼吸 虽然说不会呼吸法的鬼杀对势 感觉很时髦 但这种特殊性对实力的限制有点太大了 吃鬼总归是歪门鞋道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